歡迎收看 周圍宇樂 就是要健康 我是怡霈 趕快來歡迎 今天要做明星料理PK賽的 兩位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曹蘭 蘭姐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曹蘭 蘭姐是第一次上我們節目 不過呢 要跟她PK料理的呢 是很常來我們節目 而且她贏了一次之後 真的很想要再求第二勝 我們來歡迎阿嬌姐 不會不會 其實怡霈 我跟你講我那一次可以動很久 真的嗎 我不相信 因為妳今天開出來的菜單 我跟營養師都嚇了一大跳 我們來歡迎營養師劉怡霖 我今天有真嚇到 是不是 待會兒我們就要來看看 好好檢視一下 這個是阿嬌姐開出來的菜單嗎 會不會有點匪夷所思 不過要提到我們今天 要做給小朋友吃的料理 我們的主題是地瓜 兩位愛吃地瓜嗎 我家裡面幾乎天天都會有地瓜 在冰箱 真的假的 妳這麼喜歡地瓜 妳們家是地瓜農是不是 我懷疑妳有什麼瓜瓜甜之類 不是 因為有一次發現有一種地瓜 超級無敵好吃的 它就是 你只要解凍 放室溫解凍大概30分鐘 然後就可以拿起來冰冰吃的那種地瓜 我大概知道那種 因為懶人家裡面 因為你知道 肚子餓的時候 妳要吃一個什麼零食又吃不飽 然後又不健康 那所以呢 就會隨時都會有一盒這樣地瓜 在冷凍庫裡面 對 可是很多女生怕吃地瓜 因為吃的地瓜會 會犯屁 犯屁是好事喔 放屁是好事 但是如果在公眾場合憋不住 那就不是很好 那妳就趕快啊 就是 當妳要放了一個屁的時候 妳就趕快去碰觸一下別的東西 踢個椅子啊 還是幹嘛 就製造別的聲音 讓人家以為是別的聲音 對 重點是 那妳以為不會臭嗎 地瓜屁其實不是那麼臭 真的嗎 我跟妳講最臭的是火鍋屁 火鍋屁 火鍋屁超臭的 柚子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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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屁超臭的 但是蘭姐說到重點 其實地瓜屁不太臭 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是蘭姐很愛吃地瓜 我還滿愛吃地瓜 對 阿嬌姐喜歡嗎 我不是很喜歡吃地瓜 但是我先生非常喜歡吃地瓜 我以為妳那麼講求養生健康的人 我喜歡吃地瓜葉 所以我是老郎 對 那我今天喜歡吃地瓜 她特別喜歡吃蜜地瓜 對 現在的地瓜 其實妳會發現像那種地瓜粥 比白粥還要貴 對 貴很多 那說實在 她營養價值確實也比白粥來的大兩倍以上 對 所以可能現在隨著她的營養價值 大家都知道 那個價錢也高 但是營養師有提到一點 說現在地瓜被冠上養生之後 很多人都愛吃地瓜 但是妳可能不知道 如果地瓜沒有好好挑選的話 妳吃到不好的地瓜 有可能會讓妳烙賽拉丁 什麼 到底是為什麼 趕快開一下鐵型 輕輕撥開 熱氣 香氣一起衝上來 冬天去熱呼呼的烤地瓜 心也跟著暖起來 但等一下 吃地瓜要先看看外皮 因為如果有黑斑在上頭 小心吃下去 傷身 可能是比如說 或是有蟲子去咬過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看到整個比較完整的 是會比較好的 我真的懂 它一烤起來整個地瓜是不是錯了 而在台灣 主要的病害為軟腐病 一旦感染 通常2至5天後 地瓜就會有黑斑變軟發臭 腐爛無法持用 而且染冰的地瓜 也會感染健康地瓜 身體虛弱者吃下肚 恐怕會有風險 你看它這個外觀 就有一點黑黑的這樣 你可以觀察出來 建議民眾盡量選擇外觀完整 無傷口的地瓜 外觀有發重現象的 表示已經放一段時間了 不建議購買 此外地瓜容易腐爛 建議採買後兩個星期內 使用完畢比較 新鮮安全 原來是因為黑斑惹的貨 所以如果你發現 你買回來的地瓜 有黑斑的話 就不要吃 但我想問一下營養師 很多人都想說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好像馬鈴薯 只要發芽就不能吃 可是地瓜也會發芽耶 對…所以所有的這個 比如說澱粉類的東西 大家只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馬鈴薯 發芽不能吃 其他都可以吃 不過剛剛地瓜 比如說變黑了 發芽了 相對第一個一定 它時間放得比較久 所以營養價值相對 也會降低 那比較不新鮮 所以只是強調不新鮮 那他剛剛提到只是辣肚子 那如果是馬鈴薯 發芽 如果你把它挖掉 你還吃 那可能會有中毒的原因 可是有時候會覺得很浪費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都是挖掉發芽馬鈴薯 再吃對不對 馬鈴薯跟發芽 對啊 就是挖掉 不行不行 我也覺得馬鈴薯 這麼一大顆 你挖掉一… 因為它有時候發芽 就只有這邊一點點 很浪費嘛 對 它有生物鹼不行 對 它真的是不行 尤其是家裡有小朋友的 其實就是 只要馬鈴薯一發芽都不行 就算挖掉 有的人挖掉會覺得白白的 有沒有 但事實上它可能黴菌 或是有一些有毒的生物鹼 它可能延續到旁邊 你是看不到的 但事實上是一樣 我不知道吃了多少 好可怕 但如果不小心買到 它已經有發芽怎麼辦 我們就把它當作植物 植栽 對… 不過大家都說 地瓜多好又多好 多養生又多養生 到底地瓜營養成分有哪些 其實大家一直講到 會放屁這件事情 其實來自於它的膳食纖維 還滿高的 對 那它膳食纖維的話 一般我們在外面買的 一條小地瓜 大概一個手長大的話 200克 它大概有大概 4.8克的膳食纖維 那到底多少 它已經早達到我們一天 膳食纖維建議量的六分之一了 所以其實也不錯 而且它又可以用蔬菜 全骨類來把它補齊 然後另外它第二個優點就是 它黃黃的 所以它是護眼很好的食材 就是維生素A也高 對 然後對女生來講 它也是屬於高甲的食材 高甲就是可以排水 但是對小朋友來講 甲呢 它可以幫助肌肉比較健全 然後讓小朋友 比如說它運動 它的肌肉也比較強健 對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地瓜本身如果冰起來 剛剛其實藍姐講到冰地瓜 這一招很聰明 因為冰地瓜之後 你再吃 其實它的熱量可以打7折 打7折 對 比如說這條地瓜 4300大卡好了 那打7折 7 3 2 1 你只有攝取210大卡 就被燙性澱粉就對了對不對 有燙性澱粉的意思 對 有燙性澱粉 它在小腸比較難消化 所以相對它吸收的熱量 也會比較低 很多人確認都說 有一點 其實小朋友很愛吃甜甜的東西 可是如果是胖小孩 你與其給他糖 不如給他地瓜 是因為地瓜的 那個生糖指數比較低還是怎樣 生糖指數相對於我們的 一般的澱粉 麵來講的話 它相對 像我們一般生糖指數的話 我們通常會建議 大概要低於60以下 對 那地瓜的話大概就是在60左右這樣 然後一般的如果是白飯 或是我剛剛提到的那種 比較白米 白麵條 或是土司之類的 對 那個可能都在8 90左右 那當然生糖指數越高越不好 越低是越好 當然 那個小朋友的血糖 也比較穩定 然後讓小朋友情緒也比較穩定 會一直很躁動這樣子 然後要 比較胖的小孩子 其實他也會擔心 未來有肥胖三高的問題 所以比較胖的小朋友 我們也會建議多吃一點地瓜 好的 因為我男朋友 他是有糖尿病 有家族病史的 是 因為之前我們就一直在看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很流行 什麼DGI的事 對 DGI 所以地瓜是屬於這裡 對 地瓜就是DGI 所以胖小孩也建議多吃 尿病的朋友 如果要控制血糖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 但是要選 比較不甜的地瓜 比較OK 其實通常我們台灣的地瓜 也都滿甜的 但是怎麼控制 控制那個量的部分 比如說大概是150克左右的 這個地瓜 大概就是等於將近半碗飯 再多一點的熱量 所以你可以用替換的方式 了解 比如說你今天下午 你可能吃了地瓜一條了 那你可能晚上 你一個飯就減半這樣 今天都講說地瓜很好 但是大家把地瓜入菜做給小朋友吃 觀眾朋友 你看看 你看看阿嬌姐 等一下會端出什麼料理 我們先來看看 曹蘭姐 用這個地瓜要做什麼料理呢 蘭姐 可不可以麻煩一佩 把你們節目的標題再說一次 我們是救世娛樂 然後呢 就是要健康 是不是 對 是不是 是 來喔來喔 我告訴你們 因為等一下 今天會有小朋友來嗎 我告訴你們 你們就叫我二姨媽好了 二姨媽 二姨媽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後悔的 我講二姨媽 就是為了小朋友們的健康 所以盡量都是選擇天然的東西 我懂 我也當作二姨媽 不選擇化學家工的那些 是二姨媽的主要責任 好 所以今天蘭姐是 瓜瓜驚喜包 是 是驚喜包 還真是驚喜包 因為光看這樣 我以為是 完全看不出來是什麼 我以為是就是幾個球 放在那邊 不是 你看到的 就是球是不是 所以等一下做出來 是長樣的 所以就是地瓜球嗎 就是你咬下去之後就會 哇喔 驚喜 哇 連我都好期待 突然覺得很像是 葉斯麥那種炸地瓜球 我覺得一定不只是這樣 不… 二姨媽 她不會跟妳是炸的 二姨媽媽好擔心妳喔 我越健康我越擔心妳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二姨媽 她今天要做出什麼料理呢 我已經走過二姨媽的階段了 所以我完全理解 小孩子心裡在想什麼 是 來喔 當我每一次在這裡 被他們拒絕的時候 我一次一次累積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懂了 我懂一定要用一些東西騙孩子 聖誕棉花甜地瓜 地瓜在哪裡 哪裡有地瓜 地瓜 我用黑糖 我是真的用黑糖 我是真的用黑糖 然後一點一點去蜜 這地瓜是我真的自己蜜 然後呢 其實因為在醫療學旁邊 我還是要特別的提醒一下這一點 我有特別考量到 我怕那個太高的糖分 所以我已經先減糖了 而且一般我們知道 黑糖又比一般的糖健康對不對 所以我黑糖的量 比一般的糖來得多 然後又減糖 對 可是 阿姨媽 妳要提這個事了 還是妳要把苗花糖拿掉 對啊 我怕拿那種苗花糖 今天就完全沒有文章 就叫蜜地瓜了 對啊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 什麼瓜瓜包了 什麼都沒了 我就是一片一片的地瓜了 重點是妳除了有棉花糖之外 妳有加那個酸梅是不是 對 哪裡有關 有 酸梅是我在蜜地瓜的時候 就加了 用心良苦 我要去平衡那個太甜的部分 了解 所以我用了一點那個酸梅去 去平衡它 而且我是用白色 我不是用紅色 對 但是我剛剛講那 我有特別講到說 白色化梅 可是妳有棉花糖 好 開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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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除了今天兩位藝人要來PK之外 我們要介紹四位 小小可愛的小評審 我們介紹的是 Jasmine 新朋友Angel Angel 有Angel來了嗎 好棒 好 Roy 好 還有我們的 Gavin 四位小朋友要來當小小幫手 那當然待會兒是藍姐先上場 藍姐讓妳挑好了 OK 妳看 Jasmine 她在幹嘛 她在幹嘛 妳在害羞 妳一定是看到我太漂亮 不是喔 好吧 我可以挑 我可以跟妳合作嗎 Jasmine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啦 Jasmine最棒 跟誰合作都可以 雖然我們沒見過 拜託拜託 那我就 Jasmine跟Angel 麻煩妳們 那就派出 Jasmine跟Angel 當藍姐的小助手 藍姐先上場了 好的 首先是藍姐要為我們做的是 瓜瓜驚奇包 到底有多驚奇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她的食材有哪些 首先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烤地瓜準備了 奶油30克 蜂蜜六匙 蘋果一顆 奇異果一顆 草莓一顆 水蜜桃罐頭 還有起司塊 好驚喜喔 嚇到妳了嗎 對啊 怎麼這麼多水果啊 有罐頭 就是想說 有罐頭 等一下 沒有用新鮮的 我跟工作人員說 有新鮮水果 我們就用新鮮水果 盡量不要用罐頭 誰知道他們自己就 你知道嗎 就是製作主張 沒有 我要來解說一下話 妳知道 水蜜桃是夏天的 我們現在已經冬天 哪來的水蜜桃啊 而且我們製作費有限 不可能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就勉強接受 因為其他都是新鮮水果 可是至少我不會 比較不會去用 化學的棉花糖 好 不要再攻擊它 不要再攻擊它了 可不可以請大家 問我們棉花糖這件事好不好 好 那接著下來呢 Jasmine跟Angel呢 今天要幫妳拿食材 麻煩兩位喔 可是 我要麻煩妳幫我拿個東西 可以嗎 可以喔 來 什麼東西 來喔 我要說囉 請妳幫我看看 苦瓜 香菇 木耳 各幾個 各一個 妳拿在幹嘛啦 沒有 然後我再告訴她 這些我都不用 等一下 跑完畢的二姨媽 妳這位二姨媽 對 妳如果搗亂小朋友 等一下拿來那些苦瓜 妳要用在妳的食材裡 妳不要挖坑給自己跳 這些都不用 這些都不用 好專業 那要的是什麼呢 她有在聽大人講話很好 那請兩位喔 請Angel Jasmine 請幫阿姨媽拿地瓜 還有草莓 蘋果 OK 各一個好了 好 媽拿兩位 謝謝 地瓜 還有草莓 蘋果 好 OK 各一個好了 好 媽拿兩位 謝謝 地瓜草莓蘋果 Angel Go 他們都認識嗎 她拿了這個對嗎 地瓜 Jasmine Jasmine那個是南瓜 地瓜在地上有沒有 對 加那個 地瓜就長在地上 對 草莓 草莓她一定認識啊 蘋果 還有蘋果 蘋果 蘋果 好聰明喔 謝謝兩位 辛苦了 謝謝 來 Angela來這裡 地瓜還養喔 妳這樣做一天節目 妳都不會嗓自搖喔 一直跟他們講話 所以我必須要喝很多羅漢果 好 蘭姐 我們地瓜已經拿來 那妳地瓜怎麼處理 地瓜的話 如果是生了地瓜的話 因為它比較麻煩 首先我們先把它刷乾淨嘛 對 然後呢 就把它切開來 變成小塊 然後我就會先泡在水裡面 泡個幾分鐘 OK 然後呢 再把它放到微波爐裡面 讓它先變軟 因為等一下我要用它軟的程度 來做一些事情 把它給搗碎這件事情 對 所以妳是希望地瓜可以變軟 但他們今天就是拿了一個 生的地瓜給妳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咖雞 再處理一個小時 妳讓它變軟之後 我們再回來錄影 其實這裡倒是不用 對面是不是有便利商店 不用不用啦 我們之後它會超貼心 妳就幫妳先烤好了一個地瓜 就是便利商店弄的 都一樣 我們自己烤的啦 好 那所以呢 今天我要來準備呢 用烤熟的地瓜 然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喔 把它倒成爛泥巴 OK 妳確定要加巴這個 倒成地瓜泥 地瓜泥 妳好會講話 爛泥巴 妳想不想贏啊 好嘞 那所以呢 首先啊 可以麻煩兩位小朋友嗎 好耶 我幫妳撥好了 來喔 請問妳會不會把它這樣子 弄成爛爛的爛爛的爛爛的 會... 會是不是 詹姆妳會嗎 妳可以直接再問妳的話 然後咧 好棒喔 好厲害耶 會嗎 好棒喔 好棒喔 她真的好有天分喔 不行喔 妳都有遵守我跟妳的約定 我等一下給妳糖果 可是 她不會拌得很久 妳可以讓她稍微拌一下 然後待會妳可以來繼續 OK 好 然後呢 我看看喔 因為啊 我們如果說就是一個 普通的一個烤地瓜的話 怕小朋友吃起來會覺得 色色的乾乾的 所以呢 我會挑選比如說一些 烏煙燈奶油 烏煙燈奶油 是 所以呢 加進去潤滑她的感覺 是 好 那個Angel Angel妳要試試看嗎 Angel妳可不可以幫二姨媽 把這個啊 放到裡面去好不好 好來 加奶油 耶 好厲害 再來 Angel 來 很久之前有見嗎 二姨媽今天有吃那個抗分劑 對小朋友自己要先抗分劑 對...要全部嗎 這個很多 對 喔 忘記妳說了 大概就是一半就好 在妳媽有的時候 妳要關心妳的孩子 對 OK 沒關係啦 因為蜂蜜應該多吃一點點 還好吧 等一下 妳想吃蜂蜜 蜂蜜 蜂蜜 蜂蜜是誰啊 蜂蜜呢 小朋友年齡有限制啊 比如說像... 過敏 對...一歲以下的小朋友 盡量不要吃蜂蜜 不過一歲以上沒關係 我想說它雖然是糖 可是它帶有一點微量的 一些維生素 OK 但是也不宜過多 剛剛那樣差不多半碗差不多 OK 差不多 好 二姨媽 那妳要接手嗎 好啦 謝謝Jasmine Jasmine接下來交給我囉 謝謝小幫忙 好 妳看看喔 我們就是這樣子 把它弄成是泥狀 然後接下來好好玩喔 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 跟媽媽是一起 跟爸爸媽媽一起試試看 我們要來做一個什麼事情呢 什麼事情 來了 妳好聰明喔 好厲害 而且妳剛剛洗過手了對不對 哇 好厲害喔 所以我們這樣子好了 我們用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好不好 我們用那一個 不好意思喔 謝謝伊莉 我們用保鮮膜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妳可能會比較好弄 好 然後我給妳一球 然後妳就給它搓... 戳成一個圓球 變成一個... 變成圓圓的 對 麻煩妳 把它變成一個圓球 這樣好弄嗎 好弄嗎 可以嗎 要不要再給我一點 不好呢 不好弄耶 不好弄 那妳覺得這樣 那還是不要這個比較好弄嗎 對 妳就是這樣 然後...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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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Andra妳要不要試試看 來一個 好 謝謝 然後呢 伊莉姐姐幫妳包起來之後 然後妳就像Jasmine一樣 把它揉一揉就好了 揉成一個球 沒有辦法喔 那怎麼辦呢 妳可以把它... 好 那我跟妳講喔 可能是我們剛剛 蜂蜜加太多了 變得太稀稀了 是啊 都吸掉了 然後呢 沒有關係 如果把它弄成圓球不好弄的話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方法喔 我們把它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轉一轉轉一捲 它會成為一個這個 上面很漂亮的形狀 跑出來 對... 然後呢 小心翼翼的把它打開來看看喔 好 如果說我們大人 比如說家裡面手乾淨的狀況的話 妳用手幫我們捏個圓球 好啊 然後就這樣子搓一搓 你看 就一個圓球跑出來了 好的 好可愛 好簡單喔 好 好 妳幫我弄三個好了 好啊 然後幫在上面裝飾東西對不對 好啊 然後還有一種方法 什麼叫做旌旗包 我們就好像 大家有包過餃子嗎 或吃過餃子 我們把它變成是一個餃子皮的樣子 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 比如說 我在裡面放草莓 我們放進來一顆 等一下 我覺得 我要好好獎賞一下Jasmine 因為她超乖的 剛剛我沒有cue她 她都沒有講話 妳來吃一個 妳喜歡吃草莓嗎 有獎品耶 有獎品耶 獎品 Angelo也表現很好 要不要一個草莓 妳喜歡草莓嗎 好...沒關係 好 那妳等一下吃別的 會不會妳跟Angelo用英文 她會比較懂 Do you like strawberry 好 沒關係 好...Yes OK... 是... 妳看 二姨媽了解妳 對 好 驚喜包就是 把它弄得很像包餃子的感覺 沒錯啊 然後從外表看不出來 裡面到底包了什麼 所以小朋友 在給它吃起來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一口一口咬下去 會吃到什麼東西呢 了解 所以裡面妳也可以偷偷包一些 青椒啊 好看 媽媽 就是這樣驚嚇 是 好啊 好 或者是 妳還可以喔 每一個裡面都不包 可是只有一個裡面包 好像以前小時候 家裡面吃水餃 只有一個裡面 有包錢的那種感覺 是 我相信妳在裡面包錢 小朋友也會很開心啦 是 好 OK 就像驚喜包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種方法喔 我們來 這邊有一個水蜜桃 雖然我們盡量不用 這個罐頭的食物嘛 對 可是 可是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畢竟可能 不是水蜜桃的季節啊 對啊 可是我們想要吃一點水蜜桃的時候 怎麼辦 我會建議妳喔 我會這樣子切 這樣子可以它切成半圓的 這種的切法 有沒有 半圓的 然後呢 為什麼呢 我要把它變成 我要它中間的這一個部分 好 那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水蜜桃 妳在問我嗎 不是 好 妳看喔 它變成一種什麼東西啊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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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耶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部分太成人了 是還沒有冰 小孩完全沒感覺 小孩沒有冰 好啦 沒關係 但是呢 我們剛剛成品已經做好了 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滿驚喜的啊 對啊 很棒 可是我可不可以介紹 還有那個加強版 加強版是怎麼樣 加強版就是啊 我們在上面刷上蛋黃液 放進烤箱 烤到表面稍微金黃就好 對 這也是一種吃法 然後裡面的那個起司啊 就會融化掉 那就是有三種吃法啦 一個就是把水果擺在上面 一種就是包起來 包在裡面 第三個就是你刷上蛋液之後 放進烤箱烤 沒錯 好 這就是呢 蘭姐今天做的 呱呱 驚奇包 好健康 超健康的 是一家 但是營養師這道料理 妳喜歡嗎 營養成分如何呢 其實蘭姐 二姨媽第一次啊 還滿賣力的喔 而且很熟悉 其實它這個叫三高 什麼高 它這個叫三高 什麼高 維生素C高 因為它用水果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地瓜 的維生素A也高 然後另外它是屬於纖維高的 因為我剛剛提到 我們的地瓜 它幫助小朋友排便 對 然後維生素A可以護鹽 維生素C對一些壓力大的 或是比較容易造動的小朋友 其實它也有穩定的功能 了解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道 倒是小朋友 比如說點心的時候 它可以隨手吃 其實它滿健康的 對 可以取代一些零食啦 對 好 這個就是屬於三高 維生素C高 維生素A高 還有 膳食纖維也高的這個三高料理 接下來就要看阿嬌姐要端出 棉花糖煸出什麼樣的地瓜料理 好的 今天阿嬌姐要做的是 聖誕棉花糖甜地瓜 就不要再提棉花糖的事了 好啦 聖誕甜地瓜 對 我們今天是來種樹的 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愛做大自然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食材有哪些呢 小的地瓜兩條 原本是寫冰糖 不好意思 我們要改成黑糖囉 為了健康 接下來還有用到 紅糖 麥芽 白化莓 棉花糖球就念快一點 棉花糖球 混過去 對 核糖 OK 那做法呢 很簡單 而且重點是呢 小朋友最喜歡故事了 妳今天要講一個故事 給小朋友聽對不對 對 其實為什麼我會設計這個 知道 真的嗎 肉依妳說妳為什麼知道 我會設計聖誕樹 因為快要聖誕節 好厲害喔 那你們家聖誕節的時候 難怪妳是我的住院 會有聖誕老公公嗎 會不會 會喔 都送妳什麼禮物 她是聖誕節 聖誕節都會來對不對 聖誕節都會來對不對 才會來對不對 對 那妳相信聖誕老公公 是從煙囪上面下來的嗎 那妳家有煙囪嗎 她 不要破 小朋友的破 對不起 我們岔題 沒有 他們家沒有煙囪 但他們家有水塔 水塔充滿 從水塔充滿 因為做電機 現在都做電機 對 兩位從 對 對 好厲害喔 好 那今天小幫手 阿嬌姐要請她拿出來 好 我要請兩位幫我拿 唉唷 妳喔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聽不到 什麼東西 聽不到啦 不是啦 說中文 說中文 我說中文 因為 沒有 我其實滿了解 阿嬌姐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她如果自己吃的話 對 她覺得這個東西不應該出現 她食材清單裡 對 但是因為 她其實心裡很糾結 她又想要贏 對 我覺得我虛榮了 阿嬌姐 我覺得我陷入那個虛榮裡面 阿嬌姐妳可以講 妳可以講 妳講 妳講 妳怕耳朵 妳改棉花棒好了 棉花球 棉花球 那個你們最愛吃 但是最不營養的棉花球 然後還有呢 還有一個是地瓜 地瓜妳知道嗎 地瓜 好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跟你講 核桃 核桃妳知道嗎 核桃妳知道嗎 就咬起來會脆脆的 脆脆的 有點像餅乾的東西 妳先去拿拿看 我看看對不對 我看看妳拿對不對 好 兩位出發 出發 棉花球 核桃找找看 若宇妳找找看 若宇在右邊 若宇妳的右手邊 若宇妳的右手邊 有一個很像餅乾的 有沒有看到 有 好厲害 好厲害 拿回來 兩位真的好棒 小壯兵 對 我有兩個好積極的幫手 好 謝謝 謝謝 感謝妳們 好 來… 妳們拿到了棉花球 棉花糖 然後 這個是什麼 我們來認識一下 核桃 核桃 那這個是什麼 地瓜 非常的好 妳看地瓜就是這樣 對… 那我其實想要拿那個生的地瓜 可以嗎 肉依妳再幫我拿一次生的地瓜 好嗎 太棒了 硬硬的 可以 謝謝 其實我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 一般我想很多的媽媽 可能不會在家裡自己蜜地瓜 對 因為會覺得時間很長 很麻煩 蜜地瓜很麻煩那感覺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一點都不麻煩 只要妳把那個方式稍微改一下 核桃 我們等一下就會用 好不好 好 就是妳稍微改變它的一個外型 妳再蜜它就非常快了 好 一般妳在外面吃到的 都是什麼 都是條狀的對不對 對啊 粗粗大大的 甚至它就是很厚 對… 那所以 妳今天如果妳的食材本身 一開始的這個狀態就是這樣 妳當然密它的時間要很久 但是只要我們稍微用點心 改變它的外型 那我怎麼改變呢 其實我就把它弄成薄片 你看 當然妳要削皮之前 我建議大家還是要先洗過 洗過 那洗妳就是用菜瓜布 把它外面的這一層稍微刷一下 對 把地瓜的土刷掉就對了 對… 妳做起來也比較順手 那我們就把它那個皮削到 像我很喜歡買這樣大小的地瓜 因為它蜜出來的那個大小就很好看 對 其實現在有很多地方產的地瓜 我喜歡吃地瓜 真的嗎 喜歡吃地瓜是好孩子 是啊 因為它非常的營養健康 我們就是削好皮之後 就是再洗過一次 洗過一次 一般外頭的蜜地瓜大概就是這樣 不然就是切條 一開四 就是分為四個等份 但是這樣子 你要去蜜它時間都會很久 所以我建議大家稍微改刀一下 妳就把它切成圓圈圈 直接先切了再去蜜就對了 對 我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妳就可以節省它蜜很多的 因為我們通常蜜一個地瓜 像我如果正常蜜 就是我切成這樣子去蜜 大概十分鐘 好漂亮 就是我第一次 很漂亮 我第一次蜜十分鐘 我就關火燜了 然後等它放涼之後 我就放到冰箱 當天不要吃 那妳隔天拿出來之後 再蜜一次 再開火再蜜一次 一樣是十分鐘 一樣放涼 然後等到隔天再隔天 第三天再吃 它就相當的入味 所以可能媽媽會覺得麻煩 是妳一開始那個蜜 要蜜很長的時間 如果你沒有改變它的外觀 妳就要蜜很長的時間 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把黑糖 然後再加上 我會加一點紅糖 然後再加化煤 就是白色的那個酸煤 如果你家裡沒有酸煤 正好有紫蘇煤什麼煤 通通都可以 只要給它有一點點平衡 對… 我們要去有一點鹹 去平衡它的甜 讓那個甜不會太死甜 好 我們蜜好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些東西調好之後 妳就到鍋子上面 用小小的火 先把這些東西溶解在一起 溶解在一起之後 妳再把地瓜放進去 稍微攪拌 拌勻了之後 把每一塊地瓜上面 都沾上了糖 然後裹上了糖之後 妳就開始蓋上鍋蓋 小火蜜10分鐘 就關火 對 關火 然後妳就放涼之後 放到冰箱 好 那我今天做的做法 是因為我就要給孩子吃 我只蜜了一次 我不希望它太甜 對 所以我想要讓孩子 可以吃到地瓜裡面 真正的甜分 阿嬌姐姐已經蜜好了 然後放冰箱 就是蜜了一次 對 我只蜜一次 所以蜜了一次的成品 就長這樣子 對 就是很漂亮的 超美的 那我們現在地瓜蜜好了 我們開始 你們兩位要幫我忙了 我一個人發給你們一個塑膠袋 請把塑膠袋 它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嗎 沒關係 我們當成它沒看到 好 我們把核桃放到裡面去 這個吃了之後頭腦會棒棒 你看 對 為了你們我弄這麼健康的東西 好 好 我們兩袋 我要請他們兩位幫我 我們兩袋 塑膠袋不要一直戳 會有一些聲音 但等一下會更大聲 來 拿著 我教你們這個做法很簡單 你拿到了之後 好 拿好你的湯匙 看到了沒有 要幫我壓 壓 壓 壓碎 所以壓碎用湯匙就好了 對 壓碎用湯匙 你在家裡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要記得不要讓它跑出來 你要握這裡 來 握這裡 然後開始壓 那個等一下呢 就是我們要做聖誕樹的基底 好 我們要給它離土 我們等一下要種聖誕樹 對 我們要種了 對 那我們接著呢 就是我們把蜜好的地瓜 你可以找一個 你喜歡的漂亮的盤子 我在猜他們總會有這個 對 應該會變成這樣吧 他們一定會用敲的 對 因為你腰 然後就開始就用敲的了 也算聰明 其實我在家裡也是用敲的大神 沒有錯 好 我們把蜜好的地瓜 就排…上來 好 好 非常的好 好 謝謝 很棒 謝謝你們 把地瓜擺上去之後呢 地瓜擺上去之後 我就要請他們種樹了 好 來 我們把這個聖誕樹拿起來 聖誕樹拿出來 可以打開 來…不要搶喔 拿起你們的聖誕樹 小心喔 它是軟軟的喔 你們不能太用力拿它 不能用戳的… 來… 果然男生就是很想要 把那個東西破壞掉這樣 戳戳了 對 戳戳了 輕一點… 拿一個就好 拿一個…一次拿一個就好 一次拿一個 一個人拿一個… 一個人拿一個… 還沒… 還沒… 我快好了… 馬上…馬上就可以讓你們表現了 等我一下… 我再把它鋪高一點 我們現在鋪好 還沒…誰放的… 妳看妳的聖誕樹倒了 我們要讓聖誕樹站起來 對啊 沒有土啊 我們沒有泥土… 還沒有泥土 好 妳要怎麼鋪 妳要可以讓它倒著 像我是讓它倒著 妳也可以讓聖誕樹 一顆一顆怎樣 站起來 你看 我讓聖誕樹站起來 糖子也OK啦 對啊 糖子也可以 蛋子也可以 而且我很想問這個棉花糖 到底在哪裡買的 提開… 不要讓以理知道就好了 對 我們後面都不要講棉花糖 我們叫它聖誕樹 聖誕樹 聖誕樹 沒有棉花糖這件事 聖誕樹 好 妳的聖誕樹有一個換 好 接著呢 我們要讓聖誕樹快快長大 所以我們要施肥了 來 我們的核桃 拿一些核桃出來灑在上面 這個核桃其實也是可以平衡它的甜度 對 其實核桃救了阿嬌姐 對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地瓜裡面的維生素A滿高的 維生素A需要有一點油脂才可以吸收 剛好核桃裡面 我們是屬於在所有的食物分類裡面 它就是油脂 其實它就是油 而且它是很好的油 然後它對小朋友的視力發展 還有它有膳食纖維 所以它等於是 這一道其實纖維還滿高的 對 所以其實它這個可以當成小朋友 這一道其實纖維還滿高的 對 所以其實它這個可以當成小朋友 就是可以點心阿 或者是說它早上其實肚子餓的時候也可以吃 但是重點是你的堅果其實可以放多一點 那這個東西你要烤嗎 好 就是如果你在家裡我建議 你的地瓜如果你剛熱熱的 你就把棉花糖放上去 你基本上是不用烤的 因為它棉花糖很容易因為有熱度 它就會融化了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已經做好放涼的話 你上面希望它有一點焦焦的 很漂亮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進烤箱烤個兩分鐘 好的 這就是阿嬌姐做出來的成品 所以阿嬌姐就要用這道 聖誕棉花甜地瓜 要來PK曹蘭姐 蘭姐的瓜瓜驚奇包 到底是誰會獲勝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美食評審時間 好的 又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試吃時間了 剛剛是蘭姐先做 不如我們就先來吃吃蘭姐的那個 瓜瓜驚奇包 OK 那就先來吃這個球 地瓜球 你們先吃圓圓的那個 圓圓的這個 你會發現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好吃喔 怎麼會一口咬下去 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大口口一點 大口口一點 我也好想吃 妳真的有草莓喔 我有一種好期待的感覺 真的耶 妳吃到妳最喜歡的草莓了 妳的什麼草莓 妳是草莓對不對 好好的運氣 妳吃的是什麼 也是草莓 有嗎 我Check一下 她剛剛外面是奇異果 裡面是包草莓嗎 我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我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裡面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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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奇異果 小男生 妳就讓他認為是草莓吧 裡面是草莓吧 很棒 妳喜歡蘋果嗎 喜歡 喔耶 那那個 Gavin妳知道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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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vin妳知道是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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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直接把聖誕樹推倒 為什麼佳誠平 你不吃那個耶誕樹 為什麼 小朋友都把那個 妳喜歡耶誕樹嗎 妳喜歡那個嗎 妳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耶誕樹 耶誕樹喔 它是棉花糖耶 喜歡嗎 喜歡 小朋友都把喜歡的 留在最後吃 對 我們小時候也會這樣 真的耶 對 然後後來就有的時候發現 吃太飽了 也吃不下 Gavin 你要把那個吃掉 那個地瓜 好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特別是蜜地瓜 對 那個很 我們問一下那個 一吃再吃 你看 Jasmine 妳真的 Jasmine真的很厲害耶 她的堅果都吃進去了 核桃都把它吃一吃 她全部都吃了 那妳聖誕樹最後再咬一口 每個小孩都像這樣就好了 對 對啊 因為她超不挑食的 超不挑食的 真的看了這種孩子 妳就會這樣 Angel 快點啊 加油 妳看他們都吃完了 加油 妳吃吃看 吃地瓜就好了好不好 妳看有沒有甜甜的 好不好吃 吃一口地瓜就可以了 而且還有硬硬的那個核桃 吃一口 一口 那個口感應該很不錯 一口 OK 好 在他們吃的同時 我要先來問一下 伊莉 妳剛剛兩道都吃了對不對 對 妳要跟我們大預測一下 好 因為其實兩道的主要材料都是地瓜 對 那地瓜最主要特色就是它是甜 那剛剛蘭姐 我剛剛吃到的那一塊 是跟小朋友不一樣 我是吃到有起司的 我覺得在家裡做 倒是加一點起司 它鹹鹹甜甜的 我覺得小朋友應該也很喜歡 對 然後呢 阿嬌姐 我在 怎麼了 很沉重耶 我撇開聖誕樹不談好了 我要講它的蜜的那個地瓜 我覺得很棒 為什麼 因為它不會像 因為它本身地瓜就甜 那我們會擔心說 妳又加了黑糖下去 會不會更甜這樣子 那事實上不會 因為它剛剛加了一點 白色的花莓 那它的整個甜味 它是有點 就是鹹鹹甜甜酸酸的 所以你仔細品嘗 其實後面吃完之後 喉嚨還滿舒服 回甘 對 會回甘這樣子 味道很有趣 對 好 謝謝 這人不夠 但是它最後還是有加了棉花糖 忘了它吧 所以我覺得 阿嬌姐應該會獲勝 對 因為小朋友都喜歡 因為小朋友喜歡 漂亮的樹 然後可能 稍微甜味真的會比較高一點 對 然後蘭姐真的是大人口味的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拜託拜託 製作單位你們再邀請我再來一次 對 就算是做東坡肉 我裡面也要放巧克力 做東坡肉放巧克力 你們兩個不要走火落魔好不好 我完全可以 水果軟湯 我完全可以理解蘭姐的心態 我也曾經想走火落魔過 對 但是我真的要幫阿嬌姐說一下話 因為12月就是耶誕節的氣氛 所以你平常讓小朋友 就可以裝飾一下 偶爾是 其實沒關係 但是它真的有用核桃 把它轉過來這樣 因為 我跟你講因為是Christmas 所以你才做這個料理 我可以了解 所以我今天也盡量就是 就是讓自己有一種 節氣的歡愉的氣氛 對… OK 接下來呢 妳能不能歡愉到最後 就要看看投票的結果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小孩 沒錯 小孩的心理很難覺得 對啊 我不是小孩 來 Gaven 你先出來 你來幫我們投票 來…一霈姐這邊 先來這裡 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可以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投票 Gaven 你先出來 你來幫我們投票 來…一霈姐這邊 先來這裡 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可以 右邊是那個聖誕樹的 左邊是那個一顆一顆球的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投票 Gaven 決定了 聖誕樹一票 謝謝Gaven 謝謝Gaven 然後決下來 Roy…你拿著你的娃娃來 來一邊也這邊 Roy… 其實你們都放在那邊 我不會難過 我真的一點都不會難過 他們也沒有在理你 好了 你決定了嗎 我感受過這個過程 你決定了 你有覺得哪一道 你真的超級喜歡吃的嗎 不要比… 好難過喔 好 那你去投票了 好 搞不好你會投別的 我也不知道 好 GO OK 謝謝我們兩個小隊友 Roy會投的不意外 因為她太愛吃甜食 對 對… 那我們看兩位小女生 好不好 來 Angel 來一片姐這邊 那你等一下你最後 評審長最後 好來 你來我這裡 你決定了嗎 你決定了 那個是聖誕樹 然後那邊是地瓜球 一球一球的 驚喜球 你知道你有吃到蘋果的那個 好 好囉 那你就去投票囉 GO 好 並不是因為那邊有娃娃 就一定要放在那個地方 別的桌子也可以放娃娃 好 她不可以 妳應該會不會不知道 她不知道怎麼樣 她是不是不知道 她都只要叫 這裡是那個棉花糖的 妳剛剛有看到嗎 然後那邊是妳剛剛 裡面有吃到蘋果 妳知道嗎 所以妳要給這個嗎 還是給那個 那個喔 她要那個喔 妳要給那個嗎 那邊裡面有蘋果的 不勉強 妳自己決定 那個還是這個 哪一個好 沒有 她要去那個耶 好 我們也不確定她是不是真的知道 但是她就是把票給了蘋姐 沒關係 對 好棒 其實我覺得她根本不知道 那個是她剛剛曾經做的東西 好 最後 我一直覺得她在迷了 但最後我們的評審賬很重要 因為她是什麼都愛吃 然後她不挑食也不偏食 對 她是一個很棒的孩子 所以她是一個公正的 公正的決定 對 Jasmine 決定了嗎 決定了 決定了 妳真的是好有天分喔 Jasmine 到時候把它票 投給誰呢 出發 哪個好吃 甜花糖獲勝 妳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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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不容易有一個 妳要把它拿走 我覺得我們這個節目 等一下 我覺得我們這個節目 很容易把來賓搞瘋 來賓會暴怒 然後最後都走火肉 我說東坡肉裡面 我就要加軟糖 怎麼樣 對不對 不過今天很開心的 我們用地瓜 這麼健康的食材 要來做PK 對 很開心 阿嬌姐二連勝 YES 而且呢 今天最重要的是 要祝福阿嬌姐二連勝之外 還要祝妳生日快樂 YES 謝謝 謝謝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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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謝謝 謝謝你們大家 謝謝製作單位 謝謝每個人幫我過生日 我過了一個 真的非常非常特別的時間 你不要再洗 對 不管這個話怎麼洗了沒有 我還是要說 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娛樂這個節目 然後我也喜歡 參與這個節目所有 目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謝謝他們每一次 給我很多的機會 然後讓我去 發想 嘗試 對 研究我想要做的食譜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開心 也謝謝你們最後單位 然後最後最後最後 我要做這個節目 收視率一路長紅 謝謝阿嬌姐 謝謝阿嬌姐 謝謝 我要提醒你 下次只要再用一點點 對 什麼事物什麼事物 我都聽不到 對 再次祝我阿嬌姐生日快樂 謝謝各位 謝謝來姐 謝謝教練 就是一路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謝謝 不要緊張